除了抗议省府加学费之外,本次示威活动的另一诉求还包括反对78号法案。 魁省省议会上个月通过的78号法案规定,任何超过50人的集会必须在活动开始前向当局详细报告集会形成,并对伪立者处以高额罚款。 省府原本希望此举可以打压魁省愈演愈烈的学费抗议活动,但是却起到了反效果。 示威者们指责说,78号法案无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,学费涨价则会让学生们深陷债务难以脱身。 除了今天的大型集会之外,学生团体Class还计划借助下周的一级方程式比赛争取他们的诉求,但不会阻止人们进入赛车场。 魁省省长庄舍里则劝告学生不要扰乱国际车赛,因为这项赛事有重大的经济意义。 破坏比赛会对魁省民众造成经济损失。 商界人士则担心,愈演愈烈的示威游行会影响到魁省的旅游业。 另一方面,魁省每天派出大量警员在游行地区执行安保任务。 这些费用都需要由魁省民众承担。 两次费用都需要接着简单。 需要提供的选取简单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